嗯? 又沒電了 唉 哈囉大家好我是粉紅爸 我們今天要來小改裝這個米家自動洗手機 我們這個米家自動洗手機是其實非常的方便好用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非常的耗電 非常耗電 它一次就是用四顆的一個三號電池 那其實又沒多久很快就沒電 後來我是改成充電電池 但是充電電池把它充飽的話 也大概用大約三個禮拜左右就沒有電了 家庭乘以四個 一天使用下來的次數都是十幾次以上 所以呢很快就沒電了 我現在用的是這種三號的充電電池 國際排的 那把它充滿電的話 使用起來是大概三個禮拜到四個禮拜之間就要換電池 那我朋友就推薦我用這種 14500的一個充電的離電池 那這個一顆是3.7V 理論的話是3.7V 但是充飽電它可以達到4V或4點多 所以兩顆串連的話大概是在8V左右 基本上我們就像這種低吸的一個電燈 或者是低吸的一個馬達也好 它都會有一個電壓的上限值跟下限值 那像這種三號的充電電池它一顆是1.2V 1.2V你試刻的話其實就只有4.8V 但是像它這個 額定電壓是6V 額定電壓是6V 那6V的話4.8V它還是跑得動 那實測的話我朋友絕代風華它是有實測下來 所以說裝這兩顆 8V的情況下它還是可以動 可以正常的使用 所以它就推薦我用這個 它這個的話基本上它的體積跟 它這個1450的體積跟這個 我們的這個3號電池大小是一樣的 那米家這個自動洗手機呢 它是用4顆去串連 那怎麼辦我們這只有兩顆怎麼辦 我們又另外買了一個這個 就是假電池 就是所謂的站位桶 它實際上不是電池 它只是做跟電池一樣大小 去佔那個 佔那個 電池的一個位置 然後讓它形成一個串連的功能 像這樣子串起來 它實際上可能就是裡面可能就是一個 像電線的東西把它導電而已 所以我們實際上這樣使用的話也是4顆電池 但是這兩顆是沒有電的 所以一樣是達到就是兩顆 3.7V兩顆 那它最大電壓會到4.2V左右 所以加起來大概是8V 3.7V兩顆的話是7.4V 7.4V到8.4V 8.2V左右 這兩顆電池 我們已經充飽了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看能不能正常的作用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裝看看 我們先裝一顆 正負起要搞對 那我們現在這樣就是 兩顆的離電池 11500點電池 它兩顆占位桶 這兩顆是沒有電的 它只有一個串接的功能 把它裝回去 目前看電源的話是正常的 它是可以正常的讓馬達運轉 你聽它的聲音也比較 可能電壓比較強一些 比原本6V的電壓還要再強一點 所以它馬達好像比較有力 聽那個聲音 比較有力的感覺 先把它關起來 先把它裝起來 那現在裝好我們再測試一下 電源再把它打開 好 下面有泡泡 不好意思下面有泡泡 我們先把它擦掉 好我們今天這個米家自動洗手機 算是一個簡單的小改裝 我們只是單純的 換了一個電池 網路上有很多神人 有一些改裝的分享 他們有 我有看過就是一些外接電池 外接離電池外掛式的 那也有人直接改成就是 插變壓器 直接插變壓器 但是我覺得那個 還是有它的缺點在 它的缺點就是說 我們多了一條線 然後還要再去插那個 110的電源 那如果是外掛式的 雖然它是一樣是無線 可是 你外掛式的話 你要去 鑽孔 而且裡面還要再接線 那接線出來 又外掛一個電池盒之類的 感覺就是在外觀上面 就是沒有那麼好看 而且 有破壞它的一個結構 還要把它敲開這樣子 那我們單純的話 就是換一個充電電池的話 基本上它就是 完全就是無痛的改裝 完全就是沒有破壞它 任何的一個結構 我們單純就是換一顆 容量比較大的一個電池 基本上就可以解決我們現在 很快就沒電的問題 那至於它可以用多久呢 這個的話我們再來實測看能用多久 那今天是2023年的10月10號 那我們到時候再來簡單的看 它可以使用多久 我影片不可能放那麼久 再來做剪接 所以可能大概超過一個月 甚至兩個月 那有了結論 我就會把影片剪出來 然後上傳 跟大家分享 好那這個改裝的方式 是我朋友絕代風華跟我分享的 那它自己本身也是有在做一些 做一些YouTube影片的一個開箱跟分享 有興趣的人大家可以去關注它的頻道 那叫絕代風華 今天是2024年的1月11號 2024年的1月11號 那我發現呢 今天要使用的時候就是 已經沒有電了 打開的時候呢 它很快的就是關閉了 沒有電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上次開始充電充滿 使用到現在 使用了多久 好那我們電池充滿電 裝上去使用的那一天 是2023年的10月10號 那今天是2024年的1月11號 所以總共使用了3個月之久 那我個人覺得這個時間 我是算挺滿意的 再說一下就是說 我們的成員都是兩大兩小 出門前 下課後 或是吃飯前啊 吃東西之前啊 我一定都是會要求 小朋友還有大人都要去洗手 這樣子 所以一天使用下來的次數 應該都是10幾次以上 我覺得這樣的方式還蠻不錯的 如果你的家庭成員簡單 那使用次數少的話 可能會用得更久 像我朋友他改裝的話 他說他半年都還沒有充電 所以這種方式 個人還蠻推薦的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我是粉紅爸 我們下期影片見 拜拜